10月16日,在传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,一场别开生命的广场舞比赛在乌鲁姆吉市沙伊巴克区老年大学举行,参赛选手均是由离退休的老年人组成。 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乡的美称,这里的广场舞自然也与其他地方的广场舞有所不同。 我们的广场舞融合了我们维吾尔族、回族、哈萨克族等多民族,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大融合,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个特点,和我们内地的广场舞还是有些区别的。 热情的笑容,欢乐的舞步,参赛选手们在自己编盘的广场舞中融合了回族的花儿,维吾尔族的麦希莱夫,和哈萨克族的萨乌尔登等多种民族舞蹈成分, 假设欢快、粗犷的民族乐曲,使得新疆的广场舞旋律独特,舞步生动别致,展现出了别样风情。 今年已经60多岁的姬秀荣告诉记者,他跳广场舞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了, 今天跳的舞蹈是他和伙伴们一起自边自演的,融合了多种民族的舞蹈元素。 它里边你看有蒙古维族藏族的,我们也属于是属于是个民族大团结的一个舞蹈, 主要是体现了我们这些退休工人的一个,我健康,我开心,我快乐的一个精神风貌。 洪流舞蹈队的舒斌告诉记者,广场舞丰富了他的退休生活,在新疆跳广场舞就要有新疆的特色。 人的精神风貌特别好,这个广场舞现在深入基层群众,然后在这个群众中也是大家深受欢迎,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锻炼了身体,也愉悦了心情。